今天的ET国库推荐是华能国际电力902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热华组 简选原因是上海疫情回落后 国家加大力寻经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 要找增长、找市场主体补就业 新举措能用尽用 5月期间能出尽出 经济活动重启 5月用电和发电量可否改善 有利电力股反弹 股份看好华能国电 发改位早前明确煤炭和经营者 控台价格行为 维护煤炭市场价格秩序 终信政券指出 动力煤仍然处于高位大有松动的迹象 未硬未想就说 单位燃料成本每上升1% 将会令到华能国电2022年 每股收益减少1.6% 与期2022年和2023年单位燃料成本 按年下降6.8%和大约1.2% 最专会加控制和电价维持高比例上浮 公司的火电业务价值有望重估 全年有望流亏为盈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华能国电今年的盈利预料 是55亿人民币 股价走势方面 内地复工、独产有望推动用电量 华能国电昨日升7.8% 形态上暂时受制于下降轨 策略上建议3.6户近级 123月份高位4.2毫升为目标 跌穿3.3%减车 主要大行给予目标价平均大约4.6 中线可作为参考